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LED點舉證 你剛剛有像這樣玩過笑臉之後 你可以有幾種方法來播放它的圖形 首先第一種 第一種它就是用你剛剛看到的代碼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代碼你覺得看得懂嗎 看不懂 可是它有點程式碼是比較簡單 因為它就一個代號就結束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其實我們在WebDuno它有提供一個功能 你在這個積木的上面按右鍵有沒有一個叫說明 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就把代碼貼進來 它下面會亮 但是現在沒有亮的話 你來這邊我把我的ID把它放進來 我的ID在這裡對不對 好腳位也對 也把它射對 我的是16 14 跟05 連線 這樣它會跟我的這個 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所以如果我在這裡點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你比較有感覺 蛤?這樣不行嗎? 這樣不能玩那個圈圈叉叉嗎? 蛤? 自己 我 不能用這種笑臉嗎? 有沒有 你不連線也可以用啦 只是說有連線你比較有感覺而已嘛 對不對 那弄好了有沒有發現代碼產生好了 你就可以複製拿過去 當然反向也可以 所以我剛剛如果把那個弄進來也OK 那如果要做跑馬燈 有沒有就跑了 對不對 其實呢 在這邊也有常用的 有沒有一些形狀 數字 還有常用的形狀有沒有 這樣一下尾 知道為什麼心是偏一邊嗎 你本來就偏心啊 偏左邊啊 對不對 所以正常的嘛 沒有啦因為顆數不夠啦 那個圖形沒辦法 剛好啦 所以就只好偏一偏啦 你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中文字可以啦 像這個字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中啦那些都沒問題啊 因為這些筆畫都比較少 64個還可以顯示出來 比較複雜就沒辦法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用 那回頭過來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不要這樣子的 其實這裡面有沒有可以直接拉出來 也可以啊 意思都一樣 意思都一樣 那跑馬燈 還有什麼 動畫都一樣的方法 如果你要做跑馬燈你就把它丟出來 上面這個我先拿掉 記得單位是毫秒 1秒等於1000毫秒 所以這邊是100等於0.1秒換一張 那預設是不是有三張 不夠的話你可以自己丟出來 這樣了解嗎 好那我們就四個 我就來這邊 告訴他 先給我幾個圖案 對不對 這個是做動畫 所以他就會 在這邊有這樣的效果 好 就看你要 你可以穩搭喔 不見得跟我一樣喔 我們就來這邊 因為這個完真的嘛 所以就要play一下 有沒有動畫就出來了 只是因為0.1秒就換一張 所以說你覺得太快 你就再稍微切換一下 你用英文字比較簡單 好用英文字比較簡單 這樣了解嗎 而且你如果想要整合起來 把動畫跟跑馬燈可不可以整合起來 你可以啊 所以我簡報裡面我好像有提到 如果你要把它整合起來也OK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可以像這樣玩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可以挑戰一下小綠人 你們都沒有觀察過 路上那個有幾顆 你們怎麼都低頭 你們現在都是低頭組耶 都從來不觀察 到底他有幾顆燈會亮 我已經幫你把分鏡圖準備好 你就照這個哆哆哆哆就可以了 如果你還不會的話 我還有幫你準備個網站 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人不太會畫圖啊 你就把圖片直接轉換就好了 不過說八成八齁齁 你如果真的比較複雜的圖形 進去之後就勾在一起而已 因為畢竟比較少嘛 所以你就是抽象畫 這樣了解 所以有興趣你可以參考一下 像這個就是跑馬燈加上那個動畫 它就這樣一格一格 就一格一格 所以也蠻好玩的